好了 回来了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先讲讲财经消息 道瓶市工业平均指数33301.87 再跌228.96 跌0.68% 标准普258指数 4055.99% 跌了15.67% 跌了0.38% 纳斯塔克指数是升了一点的 11854.35% 跌了55.19% 跌了0.47% 什么带动纳斯塔克指数呢? 应该是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因为他们的销售在第四季 对不起 不是第一季 而是第四季 就升了 还有他们预期 他们预期会好些 预期会好些 之前他们升的其实就是 财源升税的 财源升税 先讲讲数字吧 earnings 就预期 就是每股 就是2.03 现在做到出来就是2.2 就是这个 earnings revenue 预计 就是 276.5万亿 这个是 分析师股 实际的数字就是286.5万亿 就是多了10亿 所以他们的升是有原因的 他们有一个标志就是每日用的人 每日用Facebook的人 每日用Facebook的人 预计就是20亿1000万亿 现在就是20亿4000万亿 多了3000万亿 还有就是 Monthly Active Usage 就是每个月用的人 就是 符合预期的 这个数字就是 29亿9000万亿 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还有每个用户的收益 每个用户的收益 预计是9.3美金 预计 但是 结果 他实际做到的数字 Facebook做到的数字 就是9.62 所以 他们的裁员 那些 是有帮助的 当然 令到成本减了 但是收入本身也多了 其实就 他第一季 他们的销售 就是那个销售 就升了3% 那么他之前的数字就是 279亿1000万 那么 这个 第二季度 现在 Facebook 他们就 说 他们的收入 就应该会是 295亿到320亿左右 分析师股呢 就是295亿的 那么他现在又多了 就是 2亿5千万 那么 对不起 不是多了2亿5千万 多了 25亿 我说了一条数 多了25亿 那么 这条数就很大了 那么 看起来就 挺好的 那么 哈哈哈 看起来这条数就挺好的 那么 那么 现在还有就是 公司 他们出来说了 就是 朱世伯格 出来说了 现在有效率了很多 还有呢 他们 有些好一点的产品 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产品 这些应该是应对 广告客户的产品 那么 当然之前还有就是 搞元宇宙 元宇宙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元宇宙 他收了三亿三千九百万 这个收入 不知道他卖什么 可能是卖广告 卖地产 那些 那么 他们那个 呃 就是 产者的钱是多少呢 就是三十九亿九千万 这个是产品的 那么 那么 非死不可 他们说 这个matter 他们说 这个 就是 元宇宙的部分 今年也是会产品的 而且还会产品多一点 会产品多一点 但是 有好有不好 这个 其实他是悲喜参叛的 其实 我就觉得他愿意就是九成都是死的 不过 不可以 不可以说死 说他们一定死 因为炒股是另一样东西 非死不可 他们 就是说出来的数 就当然是 他们那个 整体 那个公司的 income next income 这个是顺利 跌了 24% 那条数就是 57亿一 那就是 两个二 一股 两个二 那么 他是跌了的 为什么说跌了呢 就是之前的数 就是74.7亿 74.7亿就是 两个七零二一股 就是那个 那个顺利 那么 那么 他说能够够够够 其实 你看他前景而已 买这些是他前景的 我从来都不看好非死不可 不过 很多人都要用 就没办法 现实就是 很多人 都是 喜欢用这一项 尤其是 80后的人 根本离不开Facebook 7-80后 就离不开Facebook 很多人都 现在 Meta 就说 他们的支出 整体公司的支出 在2023年 就会 由 应该是 860亿到 900亿左右 这条数是这样的 那么 他们的 数里面 还有一个成本 就是 公司 重组 就是重组 是会有成本的 那么那个成本 估计就是30到50亿美金 全部美金 你刚才说的 还有 投资 投资就是 300亿到 330亿 那么 现在他们 还有 就 扔了钱 到AI 所以 这个元宇宙 Facebooker 就多了一个概念 就是AI 那么 AI他们怎么做呢 他就 应该是AI加 投放广告 再加上 新闻 新闻 news feed 就是一般人用的新闻 很多人就分享新闻 或者分享自己的消息 还有就是短片 他们现在 这件事都会投资下去 为什么会多说一些 Facebooker 因为这家 都是 多人用的 他们 他们事后是升的 升水的 事后是升水的 其实 Facebooker 他们今年 定了一个调的 定调就是说 今年就是要提高 那个效益的 珠西伯格 但是其实他们 虧了很多 2022年 其实股价是跌了 三分二 不过今年 又升了74% 其实就 那么 你说之后 前景怎么可以打个问号 我不觉得Facebooker 会好的 但是他们 就炒了很多人 之前 就是他们说 说会炒的人 其实是几万人 说到是 还有就是 广告的 就是 问题 他们卖广告 整天 就是 跟 有问题的 公司 联合在一起 什么有问题的公司 你在那些 即是Facebook广告里面 进去买东西 我听过很多人说 就是 按了进去之后 买完之后 永远都收不到货 他们非死不可 是照样 给这些人买广告的 是完全不做 Dual Diligence 其实 你说他们 有没有问题 我就觉得有问题 不过有些人又说没有问题 他们做生意而已 但是骗人 现在不是做生意这么简单 这只是偏财 有些偏徒来的 其实是 那么 现在看到 当然他们有竞争对手 就是Google Google 他们的 广告收益 其实 今年的数据 都是差过去年 因为整体经济不好 你的广告收益很难好 这是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我认为暂时没有办法处理 只要等大围也好 大围也好 那要多久 希望 当然是短时间可以好 但是 我认为 没有这么快就好 虽然 习联司机和习生聊了电话 就好像 在俄乌那里 好像开始有办法处理了 开始有办法处理 就不代表 是会痊愈的 我是 很粗淺的看法就是这样 喏 讲到这里 就要讲一下 欧洲那边的股市 欧洲那边的股市 真的是全线跌 德国法兰克福DEX指数 15795.73 跌了76.4 跌了0.48% 还有英国富士指数 7852.64 跌了38.49 跌了0.49% 还有法国巴黎剑指数 7466.66 跌了64.95 跌了0.86% 说到这里 其实就差不多了 不只是非死不可 炒人 还有就是 Amazon 他们也公布了 会再炒人 现在估计会再炒9000人 之前他们说炒18000人 现在炒9000人 Amazon 炒哪里的人 炒人力资源 以及再炒 运端 他们两样都炒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 他们 有点问题 他们现在 现在是要 减资出 因为 现在市场 就要求 那些高科技公司 就要赚多些钱 那么 你要赚多些钱的方法 其实 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 炒人 很多时候就可以赚多些钱的 就是减省成本 又可以赚多些钱 那么 他们 在疫情期间倒了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倒了 就是他们的AWS 就是Amazon Web Services 他们 就是会 赚多很多钱的 他们 他们 预计 就是因为疫情嘛 那些人就会多了做云端 这是事实来的 就是最初的时候疫情 那些人是 云端的东西是搞多了 但是 现在 开始复偿 那些云端的东西就缩了一点 就是有些情况 还有 最初搞云端 你可能要多一些 客户服务的人 去帮客户解决 云端的问题 当他们弄好云端的东西之后 有些人就变成 没有工作 要做 在没有工作要做的情况 那就是炒了 很多 记得走 他们 上个星期已经炒了 炒了什么呢 就是上个星期 炒了广告 这个是Amazon 接着之后 又炒 这个 就是 游戏 玩游戏的部门 还有 Twitch Twitch这个直播部门 那些人又炒了 新冠 新冠的时候 为什么市场没有什么问题 新冠的时候 大科技公司是聘用多了很多人 美国不仅是Google 是聘用多了很多人 疫情期间 全部都是斗抢人的 疫情期间 但是 现在有些东西 改变了 有些东西改变了 他们 就炒了一些人 炒了一些人 之后他们应该是会赚得多些钱的 其实就 理论上 会赚得多些钱 他们的收益 应该不会怎么变 不会说炒了人 就减少了收入 应该不会 所以 亚马逊 他们这样做一做 他们是会赚多一项钱的 市场应该是会买账的 我认为 还有一个消息 不过 只剩下一个财经消息 我待会就要分开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分开的财经消息 就很有趣 很有趣的 跟B&O 也有关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就讲一下 英国有关的财经消息 来到这里休息一会 我没关系 我每日会都给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